汉武帝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一,世人往往将秦始皇帝和汉武帝并称,将二人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。 秦始皇的主要功绩是当平六国,一同天下,汉武帝同样锐意进取,极大的开拓了汉朝疆域,对今天中国疆域有着重要影响。 那么,汉武帝时期的汉帝国,究竟扩充了多少疆域呢? 汉景帝时期的汉朝疆域,和诸侯势力零一对抗匈奴,早清变换,沟通西域汉武帝一朝最重要的军事城,就是出击匈奴,肃清北部边镇。 汉高祖刘邦曾经遇在亲征,却遭遇了匈奴大军围困,不得已只能贿赂匈奴铲鱼的燕士以求脱身。 自此以后,汉帝国对于匈奴便一直委屈求全,忍辱负重。 直到汉武帝时期,汉帝国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具有决定性的战役,解除了匈奴对边境的威胁,极大的扩充了北部边镇。 元树二年,前127年,居际将军为亲率军,沿着黄河北岸出发,对河奴地区的匈奴部众,发动突然袭击,夺取了富饶的河奴地区。 黄河在中华大地上拐了一个几次形的大湾,河流像一个涛子一样流过,在金陵下,陕西河内蒙古乡间地区,形成了一个肥沃的三上江南。 汉朝得到此地后便在这里吞天羊马,成为了抗击匈奴的重要基地。 河奴地区和河西走廊地区,是意图元寿二年,仅121年,标齐将军或是并率军从隆西出发,深入匈奴境内千余里,匈奴魂仙王率领,不中四万多人投降。 汉帝国在新占领的河西走廊地区,设立了五位,九泉,张燕,多黄四卷,史诚河西四卷,成为了汉帝国向西域太所的重要通道。 当时,汉朝将域门关一系的广袤匈奴称为西域,这里散布着三十六小国。 为了配合对秀奴的战争,汉武帝先后两次派秦章迁出使西域,企图联合西域大越士,武孙等国,共同抗击匈奴,开启了中原王朝和西域诸国的交流,为后来汉王朝完全控制西域,点定了基础。 元术次年前一百一十九年,大将军魏清,标记将军获去并率领十万骑兵,从东西两路夹击匈奴。 魏清大军越过大漠,挺进千余里,大破匈奴主力。 获去并大军则孤军身入,长驱直入,击毙,俘虏匈奴不忠希望夺人,封王去虚山。 自此,匈奴元气大伤,不断习迁,失去了对漠南地区的控制。 零二阔冲东北江域汉出,燕人未满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了政权,表面上对汉朝表示成熟,但天高皇帝人,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。 智卫又虚实,两方矛盾进一步升级。 原封二年前109,辽东东北都为与维士政权发生冲突,遭到攻杀,汉武帝随调全国囚徒罪犯,冲军进攻卫士政权。 原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下,魏又去备部下所杀,卫士政权就此灭亡。 朝廷将卫士政权故地,和辽东东郡的一部分,划分为蒸饭、民团、乐浪、玄兔四郡,确立了汉帝国在该地的控制。 四郡是意图零三平定南方汉武帝在位期间,高度重视对南部地区的控制和经营。 秦末大乱期间,经过南征兵团聚留领南,首领赵托为自立为王,建立了南越国。 看出,南越国内副号庭,却还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。 武帝时,南越内部反对汉朝的势力,企图割据令南,对抗汉朝。 约顶五年轻一百一十二年,汉武帝下令水路两路大军南攻南越。 四年川,汉军击攻破翻云,尽广东广州,灭南越国。 中央朝廷在这里设立了海南、苍武、交织的九个郡。 东南地区,族分为东欧和敏越两部。 建元三年前138,东欧遭到敏越进攻,而向汉朝求救,汉武帝立刻发兵,逼退敏越,东欧部众迁去江淮地区。 此后,敏越就两度进攻,最终为汉朝降服,其部众也迁去江淮地区。 汉帝国地西南地区,分散生活着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和小国,当时被称为西南仪,汉武帝对此一手以大军相押,一手又用怀仇手段,逼迫接狼归附。 此后,汉武帝又蒸八行徒和八属兵,彻底征服了西南地区,逼迫疑王投降,却又授予他王印,让他因素管理当地。 汉武帝时期的汉朝降域,扩张总而言之,汉武帝在外期间,汉帝国兼用军事,外交等多重手段,恩威并施,刚柔并济,极大地扩充了汉帝国的降域。 经过汉武帝数十年的锐意进取,苦心经营,汉帝国的身为和势力,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,野位。 今天中国的广袤降域,奠定了基础。 请不吝点赞。